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森林边缘 我是语音 你还在对于你的职业感到迷惘吗? 你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企业永续管理师吗? 不用担心 这就让最专业的森林系Podcaster 陪你一起思考和探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邱逸晨企业永续管理师 对于他的工作经验分享吧 那么就让我们准备开始啰 那左边呢 就是我考的最主要三张证照 也是靠这三张的证照 让我慢慢的拿到门票 进到这个企业永续座上班 大家可以参考 第一个就是企业永续管理师 他我这是在这个永续能源基金会里面 这个张证照去考的 那这张证照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 因为他这张证照 他里面很多证照 大家都知道选择题 他这个题目每题都是神论题 比如说什么叫欧中有序的活动分类 什么东西 或者是一家企业要做永续报告出 他的步骤是什么 他每个步骤 他的细节是什么东西 这都是神论题 没有很水 这个是蛮难过的 那再就是有考 第二个就是ISO的14060-1 主导集合园 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应该在网络上要看到很多这个东西 这就是在讲组织的温室器 细理减查的这个框架就是注重在组织的这个架构里面去了解他 温室器里的排放有多少 那第二个ISO14067 67就是指碳足迹 产品碳足迹 假设我现在比如后面这颗麦克风 它是一个产品 它这颗麦克风它的碳排量是多少 就不是整个企业的层级 它是这个产品为层级 那这个产品为层级的很重要 就是大家听到今年的10月 C-band 欧盟就要收碳税了 这个碳税就是以产品 回收去收税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个麦克风 它的要进欧盟里面的话 它的加持到碳排量规定你只能排10 每一个产品只能排10公克 那如果我这个产品是要它的碳排 我算用六七算出来 它是排12克的话 我两克要缴税要缴钱这样子好 但欧盟大概是这样 不过今天不是讲那么深入的C-band 欧盟那些架构 我最主要是说这些证照对应到 现在未来趋势的连结是什么 那大家看左下角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还算是需要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结业的时候去拍照 那有好多组员就非常重要 那时候都是也是去外面上课 其实就可以跳出一些林业的视野 以前林业界大概就是 因为林业就是学术老师为主 和一些领务局的长官 哇然后去上课之全部都是企业 全部都是企业的伙伴 有在科技业的 有在验证界的 有在行销界的 然后也有在会计背景的 这都是很复杂 就是了解说不同的专业在为什么在这个趋势下 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 坦白说我去那边上课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是森林系 这是异类啊 没那个这种课 大家都会先自我介绍啊 讲说自己的工作上面是干嘛 自己专业在这个趋势下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每个会计的科技业啦 就是行销啦 或者是一些 一些污水管理的 在这个趋势下都非常明确 我就有个森林系 我就说 我是森林系 我对这有兴趣 我来上这课程 未来可以做什么结合 哦直接爆红 大家都还想跟我加好友 想说了解 这森林系在在未来可以到底可以干 可以干嘛这样子 那 最主要就是碳汇和碳泉这件事情 还有生物多样性 那右边呢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位就是检佑新大使 这个大家可能大概知道 他真的是前外交官这样子 这个TIC永续能源基金会 就是以他现在是目前的董事长 我们拿取证的时候就有争取 跟他拍照这样子 对他人也非常的善良 他他们在取证的时候 其实有好几 那时候那一届大概有四五十位的管理师吧 那他都会把亲切跟每个人去做拍照 也有这种照片的来说都很重要 我们自我行销都非常重要这样子 所以呢其实讲那么多 企业在面对这永续趋势下 他不外乎就是面对第一个法规问题 国际的规定 或者是台湾环保署对你的规定 甚至尽管用的规定的压力 第一个就是订单 你可能是上下会给你一些压力 比如说你是苹果的工艺商 苹果要跟你说 哎你的产品你要帮我做减排 哇你不走减排你就不会有订单了 所以就有这压力 所以企业来说 他面对法规和订单的需求 他就会这两个减碳压力 和做ESG报告 那这个领域呢 就是他会被定义为非财务报告的揭露 以前我们在看一家企业买他的股票 都要看他的他的股价了 他的财报 可是现在企业慢慢走动 这个非财务报告揭露 就是通常就是做永续报告书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左边呢 减碳面企业在面对减碳 减碳压力的时候 首先就是做碳盘查 我要怎么减 我肯定要先量体重 去了解说这个我家的排烫的热点 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可能是 如果是我们减肥的话 就是说可能是脂肪太多了 生活习惯不好了 或者是淀粉吃太多 我们就要做一些改善 那企业也是的 他可能会用电上面 或是用油上面 甚至是员工的交通运输 他的热点是什么东西 那热点分析完之后 我们就要做一些二氧化碳的减碳 或是温室清理的减排 那这些减碳就有很多方法 比如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做用噪灵来做 甚至说用AI软体的控制 那有些设备太老 就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更换 那再就是能源问题 我们要用再生能源 好像台湾就是缺电问题 其实一直都有 我们怎么用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或是一些其他的 再生能源的电源 来供应我们用电的需求 那当然还有绿电凭证的 大家说我们的 大家都买不到绿电 都被台积电买走 其实正确的说法是 这些中小企业买不到便宜的绿电 那其实也不是说台积电 他把所有的绿电买走 其实真正大部分的绿电是 被台电挡在那边 因为他是顿售回去给台电 所以他没有试出来做一些买卖 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慢慢有未来 就是台电那边打算 要把这些绿电慢慢用出来 因为大家都缺电 都需要这个电 那未来趋势 大家可以慢慢关注 那最后就是探权 这探权就是蛮有趣 他其实 有人说他是漂绿的什么东西 其实他 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他是说 他可以来宣称说 这个是这个产品是 零碳排的这样子 就像苹果他2030年 就是说他的手机是零碳排的 可是你知道一个手机 怎么可能不排任何的温室气力 或是二氧化碳 一定是要去种树 或者是说 他把一些二氧化碳抓取的技术 来号称说 他是相相对抵消 来说 他是一个碳中和的一个手机 所以企业呢 他经过碳盘查热点的分析 减碳 最后就可以达到碳中和 所以我是达到碳中和的一个产品 或是我碳中和的一个企业 那ESG呢 ESG就分三个领域嘛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就要从以前的CSR 一些只有公益效益的时候 慢慢转成ESG 那这个ESG最大跟以前CSR最大的差别 就是利害关系人的需求和关注 就是从要针对这些利害关系人的需求 慢慢导出这些 需要面对一些这些重大的主题 有很多重大主题 像最近可能新闻比较明显 就是me too事件 这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重大主题 在两系的一些平等 在上面系里面 怎么去做一些经营管理 也是ESG要做的事情 那这些重大主题慢慢用出来 就是要呈现一个永续报告书 去对外制作揭楼 那永续报告书 他很多框架 右边比如说GRI SUSB TCFD TMD 没关系 这都是另外一个课题 简单讲 这都是国际上面的一些 报告的框架和架构 你要了解这些架构 每个产业特别的架构是什么 甚至是一些面对TCFD 他的风险管理要去怎么去做 来完成这个永续报告书 那出这个永续报告书 因为他毕竟是非财务的 他出来之后 大家企业就看啊 你这个ESG ESG做的好不好啊 ES和G 这个表现是怎么样 你对人权关不关注啊 你对社会公益关不关注 你对环境的管理 有没有去做一些注意这样子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股东 或者是投资人去要不要买你股票 就是影响到你的股价这样 所以这些永续报告书呢 最终都要对应到我们这SDGS 2030年联合国奖的 在2015年提出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这个永续发展目标是什么 就是大家很常看到十几张 十七张的贴纸 就目标一到十七 那每个2030年要完成什么东西 那其实里面最难 这件事情要最难做就是供应链的管理 我们会有下游 我们会有上游 假使我要做减排 我我会请下游厂商跟我去做减排 哎你这个可能制程要改一下 或者是一些机台要 比较用低耗能的 或是要用绿电 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才比较少 要去跟供应商 要去做跟下面供应链 去做一些沟通 那上游可能也会要求你啊 就是订单问题 Apple我要做 我要求你要去做减排 真的是像夜市局也是有 他叫你做你要做ESG的报告给我 才放到他们的报告里面去 我们都要去做配合 所以供应链管理呢 就是不外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去做一些协商 像我自己实际上遇到的问题 就是一些大企业 他要请下游厂商去做碳盘厂 我要知道你的排放量是多少 我吃蛋才能知道我这个企业 在供应链上面的碳盘是怎么样 可是没办法 因为那家那家下游厂商 就有他独一的技术 就有这个技术 他才可以供应 我们上游这些企业所要的 产品的需求 那做碳盘厂其实要花钱了 那下游小企业就是说 那你这碳盘厂 你这个钱就你这家要出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有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最主要还是要钱 谁要出这笔钱来做这件事情 也是共通上面蛮重要的重点 那当然搭配业务去做一些业务上面的工房 这样子 好 就有一个漂绿 现在都常听到 你这企业买碳盘就漂绿了 你用绿电也是漂绿了 按这永续报告书 就只是做完比赛 写个报告出来 其实你有怎么做也都不一定 写的跟做的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会漂绿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永续顾问业 我们去帮企业去帮他了解这个框架 那帮企业去避免有任何漂绿的嫌疑 要不然 然后我们就提供这些很多的solution 解决方法去提供他 你应该怎么做 也许这样做 他利益还分析是什么 他优劣是什么 再帮企业去做 甚至在供应链上面管理 我们就会去帮他对供应商去做 共通协调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要去理解客户的需求 他们痛点是什么 我们常常去帮他做管理 好刚才讲到ESG这边提一下 大家知道ESG可能就出永续报告书 可是ESG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一个投资的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这以特斯拉为主 大家特斯拉非常清楚 他就是做电动车 他用电 所以他可能在环境方面是非常好的 可是不一定 大家可以看到在2022年去年的时候 还有工厂歧视问题 或者事故的东西 他就被提出这个 S&P500 ESG的这个指数里面这样子 那在今年的6月初的时候 他们又重返这个指标里面 可是他分数竟然比烟草和石油公司还低 到普遍来说 哎你这个烟草和石油公司 就是形象可能不是那么好 可是你看他在这ESG指标里面 特斯拉都比这些分数还要低 为什么 就是你向右边提到的 你的工作职场环境可能非常恶劣 你种族 你会种族歧视 现在的或是一些性少老 me too的事件 还有些同工不小 那再就是特斯拉 可能在资讯的介绍上面 不够公开的透明 所以做ESG不是只有把环境做好就好了 你还有社会治理和公司的治理要去做 这可以看到下面 下面这个是最新的分数 特斯拉他就只占37分 右边是家石油公司 他就占了43分 所以可以看 左边的特斯拉在E environment环境的部分 就是绿色挑战 他的确是高于平均值 而且是非常高分 可以看到他的社会和治理面 他的分数非常低 那右边的石油公司 就三个表现都平平 就大概是差不多 可是中底分数来说 他就是比特斯拉还要拉得好 所以就以非财务 以这个ESG的报表上面看 我反而会觉得要投资这家石油公司 以SG的角度切入的话 这种石油公司可能会表现会比较好 可是也必须得帮特斯拉说话 你可以看 右边石油公司 他在从2018年到2022年 他的分数就上上下下 大概就40几分 那你可以看特斯拉 他环境好 他的同工薄小的问题 他从以前的不到20分 现在慢慢爬 爬向2022分 太也接近40分了 也就是说 的确特斯拉 他的之前的环境 只有环境这个领域 是做比较多琢磨的 跟他分数慢慢往上提 的确可以从ESG的趋势 可以看到说 特斯拉这间公司 除了在 他股价 他科技的强大之外 他在ESG的方面 他的投资也越来越多 也是一个考虑之一 这样子 那这张图就是我们要制 这个可能大家是最有兴趣的 通通对外面企业在讲 他们都会想知道 就是我们也会有实践 到底ESG该怎么做 ESG讲半天 我要怎么做吗 对不对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通常就是一些 结合一些政府的ESG专案来做 这大家都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些资料 就是说这农委会 行政院农委会下面就有两个 两个单位 一个是晋零办公室 一个是领务局 那晋零办公室 他就会有这个农业永续的ESG专案 那领务局下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ESG专案的免核平台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领务局的 领务局的这个ESG专案 他下面你完成一些 他的审查指标之后 他就给你像这张证书 就是林华庆局长的签名盖章 就是跟这位企业说 谢谢你这些企业完成的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我会给你像左边这几张 就是SDG17向目标的贴纸 假设你有完成目标1136 我就给你1136这个贴纸 那为什么这个会 用我们企业上面推会那么重要 就是说因为一般企业在永续报告图上 他们就会宣称说 我自己完成目标1 我完成目标13 或是完成目标17这样 可是都是我自我宣告啊 我自己有完成 可是这是领务局给你的 也就是说是政府认定 你有完成目标1 目标1或目标13 所以就是可以作为是一个真律的一个证明 就可以摆脱现在票率的嫌疑 所以这个是蛮行 很多企业都想做 坦白讲我去 那天我有带鼎层去参加这个 座谈会啊 哇问题非常的多 大家企业非常踊跃 提问都非常多 什么台积电这种大公司也都进来抢 这样子 那各个企业这都是未来趋势要做 所以如果是以我们要制这个顾问业的话 我们就会有自己的背景 过去的背景 有学术界啊 林业界农业界 生态界 当然还有些登山界的朋友 还有环境教育界来去做我这些解决方案的背杆 来去帮企业做事情 那我们就会帮企业上一些内训课程 什么这些这些这些课程 什么真会管理的 可以拿到探求或是生物多样性 也就是说在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可以帮企业去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他的资金是给他上面提供这些地的领主 或是地主甚至小 然后透过我们要制来做一些方案的整合 然后我们去跟林务局或是进行办公室完成这份专案 最主要就是帮小农林农地主有得到一定的额外收入 然后企业可以拿到这张ESG的证明书 那就是目前蛮新的一个实践ESG方案的一个 一个行销一个商业模式的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其实本业ESG或林务局之外 我还是有跨到制造业的减碳的补助案 这是经济部工业局的补助案 就是他在2023年以后的特别预算 简单讲就大概有100亿 然后针对制造业不同的标题 比如说9人10人以上 甚至是企业一大代小 那企业一大代小大概都有看到 就是中华汽车 他花1亿元带10家企业一起做 一起去做低碳化 就是讲做碳盘查这件事情 这个第一蛮好的 其实是说 其实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我要做企业转型 就是最主要就是缺资金 缺钱 我没有资源这样 所以如果你有制造业 你是一家大家的企业 去带这10家一起做 哇有个大哥可以跟带着我们做 分我们一起做 整个企业整个转型 或是对整个台湾的企业竞争力 会蛮好的 那里面就两个标的 一个就是智慧化和低碳化 你这些智慧化就导入一些物联网 AIoT 就是云端的或是自然的东西 智慧生产制造这样子 那大概这个我不是完全懂啊 基本上就大概懂一半而已 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结合很多的一些 一些企业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有些跟一些 厂商一些血软体的控制厂商 或者是一些他们就像能源管理的厂商 去做合作 那我们管理师或是搭配业务 去帮他整个方案去行销 给这些企业来导入这些方案 去帮忙做智慧化 甚至一些影像的上面的判施 那低碳化呢 就是比较像是我们现在的 就是做一些碳盘查 碳足迹啊能源管理 甚至说你这些的技术 如果是可以被比较低碳盘的方案的话 都可以导入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现在在制造业上面 简单来说制造业是非常的重点 所以在制造业上面 经济部工业局有这个方案出来 那其实对我们这种 顾问业的话 就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我们去通整方案 去卖给这些企业为了要怎么做 然后我们带其他的企业 一起打团体战去做事情 那面对这些制造业 其实各位线上各位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家企业 面对这个减碳的问题上面的话 你就会想 我这家企业 我在2024年要想要解决什么事情 或什么企业痛点 那搭配这个专案呢 或是这个补助码里面 硬体就是有没有一些制成要更换 这就是我们自己提一些slucion 问企业这样子 因为坦白讲我们在 卖一些slucion说 我就说我们这个方案 你可以拿政府的补助案 可是企业看到说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 所以这一页就是我们是会自己提出来 请企业各位去想 你有什么制成想要做 硬体面 那如果是软体面的话 你需要做一些碳盘查 或是做一些碳管理 或者是你要完成一些夜市区报告 甚至是你想要跟着国际的减碳趋势去走 去抢一些的国境地单的话 我们的国际的一些减碳趋势 有可以帮你做一些通证了解 放到里面来 好这边休息一下 这就是你QA阶段 针对上面就是大概我转型过程 和目前在做的事情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怎么看起来都很安静 既然大家都不问的话 只好由我来考问了 其实我自己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我就先随便挑几个问好了 你刚刚有提到那个以大代小的部分 他们现在企业大部分都是 比较接近那种私下媒合的部分吗 还是有一些者是 会有一些公开平台去做这种 互相媒合吗 这个就是有关于他的规定 他里面的规定就是说 以大代小被带的那10家 其实就只能参与一件案子而已 也就是说你的队员不能重复 所以通常我们要去带的那小家企业 我会跟那些大的企业说 你可能去赶快找队友 他是没办法重复参与的 所以可能我们的确有遇到啊 就是我们有没有要找的一家 小的企业就已经被中华汽车带走了 他们已经完成专案了 你就没办法找他 因为简单来说 以大代小 其实这一家也要去带下面的4家 或是带下面的10家的话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沟通 我为什么要带你做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那你要配合我申请这个计划 这个补助案 那2000万或是3000万 那小企业想说 为什么我不自己做就好 我要配合你去帮你申请钱 这都要去做沟通 很多沟通要去抢队友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在实务上去做的话 这个没有公开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做 可是是进到他经济部工业局 在审查的时候他们去查 所以在实务上 就是要去请这些企业去找的时候 竟然是找那种认为你是大哥型的 假设我的资本额是10亿 假设我现在资本额是10亿 那你下面这些小线额的资本 可能就10万 哇你看我是大哥啊 我10亿你10万 你肯定跟着我做 这种小弟最好找这样 那如果我是10亿 可是我下面资本额有个5亿 你要跟我差不多大 那他5亿自己做就好 干嘛就不用跟着我做这样 确实 所以有些15简可以跳 所以你们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 就比较接近是去居中协调 这两边这样 然后还有做一些安排 就是建议企业他选择 选择队友是什么特性 比如资本额小于多少钱 他的专业是什么 那他用到之后 我们后面就去跟他沟通协调 哎 你他们还查 你要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甚至是我们管理师 就要进去他的企业去看 做一些简单的见解 你这可能要做什么事情 适不适合放到你这个方案里面去 好 了解 感谢 然后这边有一位 Jemmy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念错 念错的话不好意思 那他有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吗 没关系我直接念 但是他想要请问主讲人说 是否会建议花好几万去上课程 来取得这样子的一个证照 那现在坊间的课程 其实有蛮多 有的要花好几十万 要怎么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呢 好 这个经典问题 超级多人问的 好 这样我现在线上大概有28位 我想要访问大家一个问题 已经有人去考证照的吗 或是已经拿到证照 可以帮我举手 想要了解一下 都没有 都没有证照 有一个 Kiss就是刚才我们画面里面 一位同学 非常凯瑞 对 这个就是 这我之前的同学 没关系 其他大概都没有 没有关系 用不愿意花好几 花这个好几万去上课 甚至有些课程 花好几十万 这个必须要从一个角度 这个等一下我后面会提到 就是说 你要花这些钱去拿这些证照 那我就会访问你 有企业会因为你这招 因为你这个证照 去 请你去上班吗 然后你这张证照 跟别人最大差异是什么 那第三个 就是你会了这个证照好了 可是你没有真正参与 你又没有帮我企业做过事情 你怎么去 怎么真的有这些实战经验 证照就只是一个证照 比如说我多一考700多分800多分 可是他真的可以有办法去跟外国人去做很 沟通非常的流利 也不一定这样子 对 是否建议去花 花好几万去拿取的证照 当然我建议你可以花钱去取的一些证照 可是必须得先问自己 这家这个证照 对你的加分是什么 第二个 企业有需要你这张证照去 你花去上班吗 OK 最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那等一下后面就是说 面对那么多证照 那么多课程 甚至那么多 只缺该怎么选择 我等一下后面会慢慢细讲 好谢谢杰米的提问 好 那这块我们就等一下再继续讲解咯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 AIDING吗 那他想请问说 台湾目前人工造林 竹林的面积很多吗 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度 多的定义是什么 这下行 通常面积多不多 是取决于他够赚钱 通常切链都这样 他的这面积够大 我一公顷 可不可以养活我自己 这样算够吗 可能不行 可是我一公顷的停车场 我就赚够了 对 所以要考虑竹林上给你带来经济一下是什么 我之前在桃园的复兴箱竹林的面积是蛮大片的 面积真的很多 这些公开 当我没有背这些到底是几公顷 我没有背我也不晓得 不过 网路找的话都可以找到领误局都会公开说 我们国有林地 我们私有林 甚至公有林的占比大概是多少 竹林的面积大概占多少 我相信大概都有几百公顷以上啦 因为是几百公顷以上是没问题的 不过通常就是会问这题你的竹林的面积多吗 其实延伸的问题是说 可以做探犬的面积多吗 通常是以这个为出发点去想 简简单会回答一下 Eddy 然后其实竹林这一块我稍微补充一下好了 台湾目前竹林的种类其实有分很多种 就是它种植的竹子的算品种或物种 它其实种类有很多从大家常听到的梦中竹 就是所谓的毛竹到贵竹 然后还有一些长枝竹啊 麻竹这些很多 只是早期讲白了 我自己觉得早期真的种了很多竹林 但是到最后啊 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几乎只剩下 只有那种比较生产竹损的那些竹林 是有在经营的 那对于整个竹林的经济效益来说 其实没有经营的竹林 它其实经济效益是很低的 对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之后 有机会再慢慢聊 对 然后看一下 那两个问题 对 看一下哦 哦 这边感谢哲伟帮我们补充了 有关于森林面积的一些资料 然后 詹明他想要延续 Alyn的一个问题是 红树林是最佳的探权作物 那请问竹林的西探好吗 有没有排名 好 这个其实他延续其实是他刚刚也提到 比起其他作物经济价值是比较高 你应该有看到这个问题吧 的确经济价值我可以先说真的会比一般树种还来的高 因为你其他树种你可以到利用的时候 短的话是20年 你才可以把这个木头砍下来去做利用 可是我刚提到竹子呢 他4年到6年就可以做了 甚至是每年他就有竹筍可以去做采收 其实他的经济价值本来就比森林还要来的高 这是很好的 这个是出发点就是用周期来看的话 竹林是有这个有利的优势 而且他涨得又快 好 那刚才延续说红树林是不是最佳的探权作物 这样子那竹林的 竹林的西探好吗 OK 这先分分的一下 红树林呢 他是树没有错 那你知道探汇的话 他其实有分蓝碳绿碳和黄碳 黄碳就是土壤 我们先不提 我们刚才讲的一般的树 甚至是竹林 他是属于绿碳 那红树林他是属于蓝碳 因为他的一些碳的储存 其实是在那些土壤 或是他根系里面 是在海里面这样子 红树林是不是最佳的探权作物 其实这个还是问号 因为 必须得说我们台湾现在 尤其是新竹那边的红树林 他现在面临到经营管理问题 是因为他长太腻 他需要被砍掉甚至被疏法 那被砍掉被疏法 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增加那边的那个 生物多样性 以生物多样性为出发的话 可是砍掉的话 他碳汇量其实不会上去 所以以红树林的确 他的碳汇存量 是森林的10倍以上 总量是大概森林的10倍以上 甚至20倍以上 那的确是一个很好探权的一个出发 这探权必须得说他是先有基线 基线以上增加的才是探权 也就是说 假使你这片红树林有100公斤 100公噸 然后你经营了变成101公噸 那个1公噸才是探权 前面100公噸都不是探权 这是这样子 所以探是不是最佳探权 这个有关于你的经营 还有你的起点 这个没办法说谁是最佳 那竹林的碳汇存呢 他也蛮不错的 他没办法比红树林的存那么多碳 可是他吸收效率是一般的数种 的6到10倍以上 这都是有研究报告出来 所以才说竹林其实是一个蛮好 可以投资的一个标的 他的碳汇存的效率比一般森林 还要来的高6到10倍 然后每4年到6年就可以做一次书法 也就是说他一个周期的时间 是一般森林的快大概4、5倍这样 排名的话 排名的话数种是不太可能 不过排名的话 以碳存量来说 碳储存的量来说 就是以海洋 然后陆地 然后森林 森林是最少的 可是吸收树率上面来说 我们森林吸收树率是最快的 所以森林里面吸收树率的排名 第一名肯定是竹林 再就是扩页树 再就是增页树这样子 排名有可能是碳吸收排名 碳存量的排名 甚至是碳权投资的排名 有很多种拆解趋势的架构在里面 里面投入的成本也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绝对 只有适不适合这样子 以上回答 那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小知识好了 因为红树林的部分 其实大家如果说常去海边 然后会发现 台湾的红树林 其实普遍的一个高度 其实都是偏低的 以台湾来说的话 可以长到5米到10米 我觉得这个红树林 在台湾就已经算很高了 可是假如说你今天到的是一些 东南亚或者是热带 或一些比较低纬度的国家的话 他们的红树林是可以长到40公尺的 那相对这样比起来的话 假如说你今天真的要拿红树林 来作为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碳汇的一个储存对象的话 那你与其在台湾搞红树林 倒不如去东南亚 我觉得会比较实际一点 对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台湾为什么长不高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可能性 一个是季风 然后再来第二个则是台风 这些很高速的风 或者是比较强大的风 其实都会让植物长不高 假如大家有去过海边的话 就会发现说 长风向 就是例如说东北季风 从东北向过来的风 它常常那个方向的树 都会没有叶子 对 那主要就会是 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因为风切的关系 让植物会长不好 对 那相对上 红树林这块的话 我觉得有一部分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它才没办法 像东南亚长得那么高 因为其实它们中间 也是有一些 共同的物种存在的 对 大概到这里 那我觉得我们就 这个题目可以延伸成下一次分享的题目这样子 听起来蛮有趣的 这个肯定是可以开一个分享的会议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准备 Go on 好 还是你需要再休息一下 没关系我可以直接去去说这样子 好 那就继续吧 好 那就是非常谢谢大家热烈的回应 这种问题都非常好 因为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办这种线上的分享会 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提出来这样子 那其实不外乎啦 我们做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是收 没有收费都是出自己的情 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任何亏亏 对我们就是非常好鼓励 那我们问的问题 其实对我们都非常好 因为可能都是我们的盲点这样子 那就是这种问题对我们来 对我来说 就是很好的的发挥的空间 就是你有问题 那我就从这个问题就做一些扩张 以后就去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那其实也是我自己增加知识的一个机会 这年头每个人都可以追梦 而北漂的路上 若是少了干爹干妈 总会令人有点头痛 但我知道身为干爹干妈 钱若是撒歪了会觉得更是心痛 尤其在自然和永续的潮流之下 更是没有人能懂 不如这样 就让我们互相成就彼此不敢说出来的那一场梦 更让我们共同成长 成为推动世界的一缕微风 让自然和永续 不会只是成为一种口号 而是一场改变世界的行动